男人轻轻抚摸女贩子的大腿 并问他把自己的侄女藏哪了 没想到女贩子邪魅一笑 可突然 老张直接一刀刺进女贩子的大腿 女贩子发出痛苦的惨叫 老张告诉女孩 如果刀子再插深一点 便会直接割破她的大动脉 在剧烈的疼痛下 女贩子说了女孩被绑架的地点 随后老张来到人贩子的窝囊 直接开枪打死了两名绑匪 劫匪拿刀冲上来 被老张完美躲开 随后老张开枪击毙绑匪 越来越多的绑匪冲过来 老张逐个击杀 随后劫匪拿着斧头砍向老张 老张躲过攻击 然后开枪射杀前来支援的人 此时又有新的敌人出现 但他们都不是老张的对手 最后还剩三个劫匪 他们吓得立马跑了出去 但老张也追了出来 他朝劫匪开枪 劫匪被吓坏了 祈求老张放过他们 老张让他们告诉自己侄女的下落 可劫匪却说不出来 老张直接打死一个劫匪 另外两个劫匪却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老张接着开枪打死一名劫匪 此时还剩最后一个劫匪 劫匪非常害怕 他跪地求饶 最后他说出了绑架女孩的人 可突然 绑架女孩的人从楼上掉下来死了 寻找女孩的线索又断了 大大自然 他脱僻aber 我们几岁